当大家听到苦这个字 往往第一时间都会是很抗拒 上一代人之所以能够挨苦 努力生活下去 我想这两个地方功不可没 在土瓜环十三街 隐藏着一间古老的医馆 这里的环境和这条街 形成强烈的对比 古色古香的门面 加上它气势非凡的牌匾 离院就感受到它的气场 这间医馆就好像一位老朋友 陪着这区的居民超过半个世纪 其实我叫李玉英 是这间医馆的第二代传人 创办人是我爸爸李烈 十二三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 从小到大都是民主铁打牛大 因为想传承她的心血做下来的东西 而且自己觉得都可以帮助人 最开始的六九年开的时候 就在这里的八楼 如果是要看就走上去 所以是比较辛苦一些 如果是伤了脚的 他们就说师傅要我走上去 不用看了 还要看呀 能够好一下 我们就煮了服药 然后拿着灯 好像卖帽子那样 在这个街上帮他捉一下 如果要服药就服药 所以我们都希望找到地步 就是他爸爸从小到大 但是要有医德 尽快要他快点好 其实做一个女的铁打师傅 你觉得难吗 也很难的 大部分都是体力的问题 是 但是也有优势的 因为很多女士 都喜欢找女的铁打师傅 说得没错 我就是其中一个了 对,没错 很多师傅说我头太大 就不能复合 就说我的颈子常常拉住了 那这些又可以来铁打馆的吗 其实一样可以 因为现在比较多人像你这样的情形 用电脑、长时间 或者经常摔下头 那我们帮他舒缓一下 如果要严重一点 跟他敷着药就能够快一点 难道我今天看到英师傅你 可否帮我看看我的颈子 可以 没问题 现在多么多人来看你们 我们当时是旧机场在这里 是 很多运输的人来找我爸爸 因为他们遇到 现在多数是 小朋友、姐字楼的女孩 一些努损 这些比较多一点 即69年开了的时候 他们觉得多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看铁打 他们也会的 是一个好像避风阁 可能一些人的观念 我觉得我是扭了脚 觉得看铁打就会好一点 其实爸爸严不严的呢 不的 不停要你做 即是不停要你练习 对,不停要你练习 有时觉得好像很辛苦 我不做了 有想过这件事吗 有的 觉得他也是想你好 而且你要面对现实 因为你是最大的 你一定要继承他这件事 辛苦… 自己觉得自己有责任 因为想全盛的爸爸 他的心血做下来的事 一定要找一个人去担起他 最大的女孩 你也要帮他手 先顶住 平时铁打管 他们有自己的铁打酒 那你们有没有的呢 有…一定有 这只铁打鱼 就是睡觉前擦一下 是 是 帮助他快点睡 我想问英师傅 铁打丸有什么作用 铁打丸是耐伏 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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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爸爸 那时的年代 做定 做了在这里 现在拿回来做纪念 是 他和爸爸之间的联系 不止这间医馆 还有一支支铁打药油 都承载着他们的回忆 不说不知 原来英师傅 除了医术了得 连功夫也好得 今时今日 医母相传的铁打师傅 可以说是 买少见少 有一个国术总会 是吗 是 一个是我们四十五周年的时候 大家玩一下功夫 还玩一些斯伯 追一下救 是 这个是我爸爸 这些是师兄弟 很多 很多 我爸爸收到很多 还有些都挺小的 这些是我弟弟的徒弟 这个是弟弟 现在由他来传承 这件事 武馆那边就是由弟弟去教功夫 看看你弟弟收不收我做徒弟 两子弟各思奇迹 英师傅上午在医馆看证 守护着一帮街坊 而弟弟德师傅 下午就在武术馆传授武术 带领着一帮徒弟 我是吕德荣 我爸爸 吕烈是金吹章 吹章是雄姓菜里佛 我爸爸是第五传 我是第六传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教授的人 都有医管 铁打可能是一些坏东西 没理由你每次都去看医生 那你不如师傅自己和医院 德师傅,今天我准备上 我人生第一堂功夫堂 我想问其实是哪个武馆 八楼 八楼有升降機 加一 加一,即是九层 但是有升降機的 是吗 20年后 即是要走九层楼梯 是 好的 我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先想一想 你慢慢想一想 我功夫上来 是 我是认真真的要走 认真呢 好 希望一层 不是… 不是太多一条 热身… 喂,不是 我真的吗 但我觉得其实 武馆如果是这样走樓梯 也有它的意义 那你也要真的很伸直 才可以… 这个是杂母 所以… 这么快就… 这个是四至五张 是铁带要那么高 铁带要那么高 铁带要那么高 就真的搞不定了 好 应该走到了 它挺轻的 别说笑 是几十转才一趟 好 师傅 我终于上来了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在天台上摘舞 有没有 那一辈人不太喜欢在街面玩功夫 因为他们怕被人看到的手门 我爸那一辈人通常是贪白楼 可以有天台用到 天台的空间大 下雨就落下 下雨就落下 那曾经最多徒弟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爸那年代 应该有个白人在练习 没有白人 一、二、三、四、五都练习 不止一班 可能还要有两班 我教育已经是一星期一天 还有可能这里也是十多二十人 已经顶了 但其实我知道 以前的天台 应该是更大的 是没有的 因为这里是一谋无济的 如果初学者要学习 应该学哪一种 初学者要学习 通常是打沙包 隔三星 隔三星是因为我们的模拟 都是要有些挡甲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基本功 明白 其实当时每间館都会有舞师 但只不过现在会分开 有些专门舞师 我们做的事就会比较传途 明白 打沙包就很正常 是 可以体验一下的 但你教我 好 各样都可以挑战 你可以试一下 对 好 练功夫的过程 可能是辛苦 有汗水 又有泪水 准备 准备 1 2 3 开门 嗨 师傅 平直一点 可以吗 可以 乘低一点 在低 再乘一点 阿欣 我想问当初 为什么你会乘舞 好吗 因为我爸爸以前也是在学拳 但他小鹿的时候 问我有没有兴趣 就开始上来学 初初头学都很辛苦 师兄出现我们 哪哭哪摘马 因为太辛苦了 一定要摘回一个最正确的姿势 这个算是最基本功 对 但苦中有甜的是 有一群人跟你一起顶住 就算多辛苦 都会顶得住 我们赛里粉盘派的人 都不会用经营这两个字 去教育 这个地方不是经营的 这个地方不是赚钱的地方 只不过是有个市民感 要支持老爸的名字 又要维持 他会坚持 他的心愿是注册铁打油 你功夫 你这一代 到下一代 做不做都会成问题 但如果铁打油 注册完成 有了铁打油 联系着这件事 我儿子他没有兴趣 他的孙子也有兴趣 到孙子就接了玻璃 但是他不知道 我要用了20年时间 去和他达成